Hello,大家好,最近我们做了一些英文节目 那么这些每一个英文节目我们都有中文字幕 那么我想在这个视频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才能让英文视频显示中文字幕 首先我们要确定你的手机或者是系统是什么语言环境 如果是中文和英文那么界面显示的就是不一样的屏幕 假如是中文环境 那么你应该可以看到右上角有这样一个小的CC方块 那么这个小方块就是我们的字幕开关 我们积点这个小方块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的左下方有显示 告诉你这个字幕是开了还是关闭 如果是关闭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再积点一下 它就会显示开放 那么字幕开放以后 它就会显示中文字幕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文字幕了 如果我们还看不到中文字幕的话 我们需要积点旁边的这个设置键 在屏幕的最右上角有一个点点键 是设置键 我们积点设置键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设置状态 那么字幕是英文 然后我们积点字幕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字幕的详细设置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需要的语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中文字幕 那么第二种情况 假设你的手机或者是系统是英文环境 那么那些英文视频 那么都会显示英文 如果你积点某一个节目 那么这个英文节目 就会显示英文字幕 同样我们积点右上方的这个字幕开关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放或者是关闭字幕 那么我们积点了这个字幕开关以后 那么现在字幕是开放的 然后我们积点最最右上方的那个设置键 我们积点了这个点点的设置键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设置的内容 那么显然这个字幕设置呢 是英语 积点字幕 我们就可以看到语言设置的详细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把英文设置到我们想要的语言 比如积点繁体中文 我们就可以看繁体中文字幕了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视频的制作人 必须有中文字幕加进去 那么这个节目才可以显示中文字幕 如果任何节目没有中文字幕 加到节目里面去 那么你就不可以看到中文字幕 我们频道有数百个关于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与朋友分享 您的一点点努力 对我们帮助很大 并鼓励我们制作更多的节目 谢谢 谢谢